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早晨Steven 首先报一报外围 美股周势 昨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做好 道指升0.7%报25877点 纳指升1%报7785点 VIPO 500升0.8%报2864点 隔夜美股方面三大指数上升 恐慌指数VIX也回落到15牛下 昨夜收报14.95 当然在恐慌情绪方面 未曾可以说上是形成 同时股指都上着 最主要应该是和美国方面 押后对华为禁制令90天 未来的90天 华为已确认Google已恢复合作 即是说华为的新出机 原生出机还有Google 所有的Play Store各样东西在上面 所以令市场的气氛稍为放缓一些 对于美国想封杀华为这件事 彭国发表了评论 说特朗普为止华为是严重失策 雷到很多原本供应给他的企业 无辜受到损失 甚至面临破产 另外特朗普最近也有说话 他说最近几轮的中美初商 之前有跟中方说 美中的协议是不可能对等的 因为中国过去的做法 协议今次一定要有利美国 中国外加部发言人说谈判 都不可能绝对对等 但协议是在双方平等护理情况 也是这么拮捉 至于其他消息方面 习近平主席最近尋试了稀土的业务 现在最新的消息说 發了訊息說未來會禁禁稀圖 看看會否禁運 但中方亦有說會繼續談談 關於貿易會談方面 不知道他們現在是怎樣 又要做這些措施 但又說可以談談 沒錯 暫時來說 真的有很多種不同的動作 不同的說法 似乎還未能確定 死亡是死不了的 你想想兩天前 當全面禁制華為時 信譽可以一日跌一成多 當然 轉頭看看能否大幅反彈 完全以為會持續死亡 忽然之間兩天之後 可能都不排除 跟相關公司一齊上書 特朗普喊救命 所有關都未到 如果是這樣 真是像你所說 破產就倒閉了 之前有一些不是電子板塊的 有一些是製造業的 都是一些大品牌 因為其實有很多貨品 都會與中國方面有來往 有些會中國製造 有些又要買到中國 所以他們都說有要求 希望可以歡限一下 沒錯 見到很多體育用品品牌 大品牌 我相信陸陸續續 都會有些公司 跟特朗普喊救命 這樣去行法的話 一來有些要銷售給中國 13億人 你這樣失去市場 第二 有些要中國來做工廠 所以這樣是真是可以這樣說 被形容為再難 LIKI 和Thunder Armour 他們全部都是受害 相信他們都會一起升抗議 至於美國 昨晚說暫時不封殺華為主 做好一點 港股方面 今天都是跟隨外圍 告開 高開96點開報 27753點 沒錯 能夠高開 當然是最好 因為隔夜 美股 尤其以納指方面 反彈的幅度比較大 S&P 500指數 導致升0.8% 但納指升超過1% 儘管看看是否跟華為格 又再限時解禁 相關 看看現在畫面上 我特別是想找信譽 未有上榜 要找它出來 信譽現在暫時高開1.8% 1.3毫半升幅 有到73.5% 暫時開出來不夠高 看看稍後可否做到揚燭 至於最近受關注的股份方面 也想看中國稀土769 昨日一度升到130多% 收市時仍然升到1倍 不過今天下跌了一點 今天下跌了3.8% 報7.4% 但比起昨天這麼大的升幅 今天只是很微跌 其實昨天大家熱炒 這隻中國稀土時 消息指有一個神秘大戶 買了一千萬 分幾注便掃了 不過昨天收市時仍然漲漲7% 虧漲15萬 現在再低一點 不過其實可能跌10% 以這種波幅來說 又不算跌得很多 對 消息面上 如剛才所說 中方還有聲音說 習近平給特朗普的訊息 就說稀土出口的禁制 is coming 來緊 所以儘管看看 過去這兩天 我想大家在節目裏 都看了不少關於稀土方面 有何其珍貴 開採的時候 中國佔了一大部分全球的供應 儘管看看 會否進一步刺激到 這隻中國稀土 低海都可而告辭 禁的話 應該對它不利 少了生意 又等於華為的供應商 不過市場情緒很難說 可能大家覺得很支持國家 就要湧入去支持客 以及較早之前有關雲南的海關 禁了緬甸的供應 減少了 供應情況會否刺激價格 這些全部都要考慮 不過成交榜上 其實大部分都是微升 但見到騰訊 今天都是跌0.4% 開報339.6% 這個開市位 剛剛穿了384% 沒錯 跟隔夜的ADR差不多 因為隔夜的ADR方面 騰訊都是要做得一般的 今天也要留意 就是一來做科技 剛才說的騰訊 還有就是稀土 5G相關 信譽的手機設備 看看鐵塔 因為過去的幾天 都是很重點地去看看 它能否儘快 找到一個支持 現在暫時高開4個先 2.2個百分點 去到1.8毫1 1.8毫是一個 叫做必須先行守穩 再講究竟是否見底的分水 另外今天的通稿方面 我看到有一隻 中華汽車26 宣布賣了英皇道 雙下五成股權 或是套現24億 還說明了一部份會作派息用 看到股份今天已經高開了一成 但它好像沒有說明 其實是派到幾多息 現在就說派特別息 是的 已經幻想到高開了一成 有10億的回籠資金 即是這麼大的資金 真的不知道會不會派出來了 現在都去到 不過這隻東西就認真難悶了 第一次聽 110元 升了10個 三星的10.3到8分點 應該昨天就 挨近九十九個多收 過去這三天 不知道為什麼都有大成交 我不知道有沒有春當鴨 高開的話 我覺得這些股份高開很難 很難再繼續持續 自己留意一下 可能高開這一刻 已經反映了對這個特別息的憧憬 以及要留意股份究竟那個膠頭 活不活躍 我想對於很多人來說 平時都沒有聽過這隻股份 究竟買了追入之後 會否要退出很多價格才能推出 這些全部都是大家的考慮 今次這間公司 中華汽車賣的這座 北角雙下 另外一半是泰股持有的 1972泰股作價23億 就賣了這一個雙下的50% 泰股方面就沒有說 例如另外一邊說 就說會派下特別息 不過股份都是做到高開的 泰股A就高開3% 泰股地產就高開1% 1.4% 是 現在9點29分 不如可以去廣告一會 9點半和大家一起開市 好 稍後見 回來節目時間 恒生指數開出之後 現在正在升58點 至27715點 暫時升幅是收窄的 立即再追蹤比較關注的就是稀土 中國稀土的股價 現在正在做7.3次 跳一跳就7.2 暫時跌5-6%左右 跌多了一點 看看Youtube上面 Emilio就問 師傅27日作勢反彈 Pood要不要走 見到銀宇指微升0.7% 報48.1毫半 看見圖上 其實昨天在一個低位開了小羊足 今天再高開的話 我想 看看下午 如果勢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可以走 我覺得Pood不用太過進取 亦都要反應快點 要不然你怕走早就賺少了 但你如果遲 他真的彈的話 可能原本賺的那些甚至沒有了 甚至錯錯下就虧了 有機會 我看他現在暫時是打顆星 不是說很強的 我也會看中午 看看究竟開出之後 究竟會不會都是陰 如果陰的話 就儘管都要提著線 因為昨天譬如說過50 51元的位置要彈穿 可能如果你嫌多的 譬如反對那些位 怕沒肉吃的 我覺得還可以看 譬如今天 每一天開出之後的走勢是怎樣 雖然昨天就是陽足 但你自己都看到的 昨天對陽足和前天的大陰足來說 可以說是一些收復的情況都沒有 事實上是不用擔憂 如果今天要高開之後 都是陰足的話 亦都不需要太過著急 所以看半天先 最快的 如果覺得我現在這些走勢的話 我都覺得還可以暫時放多一陣 接著Jennifer 問700 她就問700 現在可不可以進入 其實看到騰訊開出之後 剛才都是輕微 但可開在339以上 其實現在就向下走了少少 現在就補338.4 我想如果跌勢當中 就可以看定些線 其實這幾天都穿了線 這幾天跌得都頗急 沒錯 始終騰訊現在的走勢 不算是很硬 始終在科技股相關 你見外圍昨晚納子彈的時候 其實它都沒有什麼點彈 ADR 又要跌 現在交易時段的時候 都要受壓 它又失了較早之前 還有最重要的352的位置 所以我感覺上 它都是要留一留 大家要自己小心一點 然後有人問 孫菲安 他就問2318和1299 請問買哪一隻好 1299是否會受貿易戰的影響 我覺得未必 公司方面 之前也有出來說過 我們不是很受貿易戰的影響 有幫主要是現在做內地的業務 相對上沒有那麼大影響 但是如果貿易戰影響到市 它當然會受錯 但是沒有特別敏感 在這一方面 公司的股價 其實2318就是這個圖 1299也有些相似 算是穿了50天線 但這幾天就穩一點 我感覺上1299有幫 受影響的程度會比較小 有幫做內地多一點 相對現在比較站得穩一點 變成較早之前 說過大約74元左右的位置 我感覺上會是一個挺好的支持 現時其實都連較早之前 月中的低位都沒什麼需要穿 所以我會說它相對站得穩 但是就不至於要立刻買 我見它最近這個環行的區間 最好可以站多一點 譬如上方77元的位置 如果能夠稍微站穩一點 就會更加之好 我這個時候也未必會買 除了這些 我看到剛才就說信譽 都是受著華為相關影響 但現在就算延遲 這個封殺華為 但公司方面 今天都繼續下跌1% 這個圖就真是差了 現在就佈71.35元 暫時看到股價都是高開低走 就像剛才所說 高開也要有得再高走才能夠好 如果高開低走 似乎的股額還是很大 還有過去這兩天都跟大家說 盡量不要嘗試從高難度去挑戰 始終股份方面其實都是直接 受累首當其衝 是在這件事上面的 所以我會說盡量不要攪拌 一隻是他 一隻是2018歲星都是 因為歲星始終跟美國 蘋果的生意比較緊密來往 其實這幾天我都很擔心 究竟中美現在搞到反了桌 會不會導致中方果斷地 禁制與蘋果的合作 到時歲星可能就大單 所以自己去看一點 不要用這種風險來幫我建議大家 剛才看到成交榜上有一隻 比較少一些上榜 看到是做好的 剛才一度有升5% 就是中國民航訊息網絡696 暫時升幅收窄 升4.4%,17.76 公司方面早前宣佈了 會跟中移動在大數據應用方面合作 簽了一個戰略合作協議 就說會做一些資源和能力勢力的佈局 在這些數據 基礎通訊訊息等等方面 是會有一個合作 但是暫時就沒有一個很詳細的細節 但是公司就在 這個通告就在5月20日出的 但是公司就昨天 都是在一個低位開到楊竹 今天就繼續開 如果這一隻上榜來說 在股份來說算是很大成交 沒錯 很少會上成交額磅 不過又這樣說 講回公司方面 最主要做民航訊息 跟中國移動來合作 在大數據上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平實一點 在業務上的合作 不算很驚喜 有一個很突破性的合作 市場上是否真的這麼值得炒作呢 前日股價其實曾經一度大陰落到低位 只不過後來就做回收窄的情況 所以這一刻我不敢說 股價帶到這些位置 近回當日的陰竹頂位 是否真的有機會可以做到一個突破 17.62元 就是一個參考的助力 是的 上回這個位置 要再給多點力 沒錯 看到恒指的升幅收窄了 現在升31點至27689點 因為上證現在都在跌 跌12點至2893點 就受著這個上證就拉了下去了 少少走 然後Kalp就問788 什麼時候可以再進入 他說2.3已經跳車 都挺好 跳得現在是1.81 兩個三條車 就是它在很高位 在高那天 最高那天 是的 必須要今天稍微站穩 在那個叫做1.8 剛才跟大家更新了 1.8是要站穩全日 不是日中這些時段 因為昨天其實都試過站到1.8 但是結果都收不到 收到1.7 所以我建議今天繼續去觀望 看看可不可以站到1.8 甚至乎樓上 才是一個最基本 都不太說到時一定要買入 最基本站穩的走勢 是的 我覺得暫時都不好住了 見到有這麼厲害 在高位放了 見到它下跌 就不要這麼快 打算再買回 沒錯 見到今天我們剛才看過 那隻中國稀土 剛才就低了幾億百分 現在就跌2.8 報5.4 它昨天就炒得這麼厲害 今天就似乎 陰竹已經佔了楊竹的一半 這個真是急升急回 沒有錯 很多朋友都問你可否追 不是 一定不會追 首先一隻東西升了一倍 確實真的不太好追 因為真的很瘋 有時升一成都怕追 現在如果升一倍才追 變成下行的幅度會比較恐怖 現在暫時都要跌成27個百分點 五毫六指 我建議大家就繼續審慎少少 也都不要急著鬧底 暫時的故事會不會炒完 還是怎樣都未曾知道 所以我想大家就不要理它 同時昨天有幾隻的 包括一些升雨 升雨2346 今天都要跌4.4個百分點 升幅昨天就沒有那麼瘋 可能跌的時候也會跌少一點 而且它本身是半身鼓勵 Track Vector 就短短 今天只不過是上了市第五天 儘管給它一點點耐性 它今天暫時是打粒十字星 還有另一隻2362 昨天說有稀土概念的金川國際 今天都跌4個百分點 它沒有急升得那麼厲害 所以回也沒有回得那麼厲害 是的 昨天就一倒 都高走 大成交 但是始終可能看一看 今天我想大家都是看著769頭 如果中國稀土可以再一次炒上的話 這些股份才有希望再一次勝負 大家就自己留意著 跟手還有人問 Fionne 她問 我經常都見到人問 見韜即層板 見韜即層板 以及華控半導體1347 哪一隻有上升空間 首先看看建韜即層板 現在7.3 暫時看法的走勢確實是偏弱的 空頭排列 而且來到這些位置 暫時叫做企倒 但真是認真不可以說 在短期之內會有任何的強勢 1347方面 很可能會跟半導體 說又是 究竟是不是不要外國 美國出產的 要中國出產的 這些自主可控 這樣的炒作故事 我自己覺得兩隻都不是那麼值得去留意 不過 1888 見韜即層板 過往 歷史派息比較好 收益率方面有7厘 相比1347 華控半導體 沒有派息概念 收益率只有1.9厘 所以如果長渣來說 見韜即層板確實有一定粉絲 不過就現時走勢來說 我都覺得未適宜去吸納 Yvonne就問823是這樣升 未買到 可不可以入 領展現在 今日未跌 現在就報97.1毫半 其實如果買的話 股價上都穩定的 不過如果防托來說 最近就會喜歡778多一點 智庫產業信託 雖然領展很多人鍾情 智庫產業信託 收益率相對上高一點 收益率有4.7% 823是2.5% 當然 823價沒有那麼波動 會穩一點 智庫產業信託 有時會升下跌下 但是長遠來看 整體都是不錯的 我經常都說 經常升買不到 其實這個不是藉口 要買的話 現在馬上買到買到 問題在於 你要一下子買到最低價 是沒有可能的 一定是溝一下溝一下 拿些貨回來 所以儘管看看會不會 譬如先行現時拿貨 接著再落再加的情況 你看到今天 昨天好幾隻房托股份 都吸引到資金 所以不排除最近 都是避險模式 808 弘庫產業信託 昨天都有成交在上升 今天可以升到一格 0.2.8% 去到3.3.9% 還有一隻1881 富豪產業信託 昨天都是大成交 大揚足一支 今天暫時就算吞 都是吞回一格 所以未必說沒得再炒過 是的 這些可能都是長線一點 如果不用太擔心 自己便宜貴了 反而可以考慮分注入 沒錯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自己繼續留意 沒有說太高 只有買完之後 低一點有機的 便會再收 現在看看恆指和上證方面 上證跌10點至2895點 恆新指數升31點至27688點 剛才提到的回番的中國稀土 現在是跌2乘3的 報5毫9 剛才一度最低落到5毫3指 現在暫時5毫9至6毫之間 是 好 我們就中午回來再跟大家看 11點45分點 拜拜